嘉峰 你讀书的时候是文科好一点 还是理科好一点 都不是太好 我是选文科的 历史轻轻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政治和地理都很差 但是我们觉得你的地理很好 是吗 因为这么多旗的这个地名系列 你基本上都是答对的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些奇葩的地理题 让你解答一下 奇葩的我觉得相对来说好一点 因为这个都是考IQ 急转弯那些而已 来吧 奇葩 来吧 当城市发生内劳的时候 你讲这个题目我已经有点头痛了 当地居民在积水中行走 应该穿什么鞋呢 A 有选择的 拖鞋 B 凉鞋 C 运动鞋 D 长筒与虚 按道理应该是长筒与虚吧 那你凉鞋和拖鞋差不多 除非凉鞋不用夹着 你脱人次拖鞋很广告天时地利人和 刚巧有部车在你后面开过的浪湧了上来 把你的拖鞋拖出去 运动鞋没可能 运动鞋是测的嘛 运动鞋 内劳积水有可能会触电的 长筒与虚是胶的 你可以隔着这些水 降低触电的危险 所以我觉得是长筒与虚的 正确的答案是 C 运动鞋 我想到你骑巴而已 但不会骑巴得这么浪漫 即是怎样 因为是城市发生内浪 即是水浸 你穿长筒与虚 水会倒灌入你的鱼虚 就导致你 大哥你有没有浸到这么高啊 你行走就会很不方便了 又有很多非洲质了 回到家的时候 运动鞋 你不会刺到你的脚的同时 行走就会比较方便 OK 我理解了 这条题就是一试深浅 即是知道你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思考这件事 第二题 为什么东北人这几年吃酸菜少了呢 A 生活条件改善 B 文化水平提高 C 交通条件改善 D 技术提高 究竟他是不是正经的 对啊 很严重影响我的解题思路啊 你明白吗 是正经考试里面出现过的奇巴地理题 正经考试的 第一个生活条件改善 炮菜对于他们来说又不算是那种 不吃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的地方 文化水平提高就是炮菜 可能吃得都会有致癌物质 C 交通条件 交通条件改善了 所以他们是可以做到 即是不用买那么大量的 以前可能几十斤几百斤都买 技术提高 保鲜的技术提高 B 但很不合理的 B 听起来很不合理的 可能我说是对的 哈哈哈 就是因为文化水平提高了 吃酸菜有害辣 脂质比较多 所以就会少吃一点 喜欢你跟随到出题者的思路 可以跟随他的部分 但接下来不是选择题 接下来就是减答题 请汉图 这个地方是世界的最东北端 阿拉德尔 为什么阿拉德尔特别多彩色建筑的呢 是 完全没有什么思路可言 彩色是否用来告诉那些动物 这里是人类居住的 用来警示一些会过来的动物 蛤 你这个蛤 哈哈哈 有些动物是色盲的 噢 不是这个我真的不懂 颜色 肯定是为视觉的 嗯 是给海域的人看的 会不会用灯炭会比较方便 是啊 是不是因为这里的人觉得 我身处在这个地方 经常见到白色 我就看到一些漂亮的 接近 真的接近 我直接公布答案了 就是 颜色鲜艳 令人感觉温暖 噢 哈哈哈 因为这个地方太冷了 下面又黄 上面又红 就是火色 做LED 每天都在这里 好 下一个 很多佛教性地 都是处于高山地区 形成这个布局的因素是什么呢 你是说过佛像 还是说 佛庙啊 或者是其他 那你逐势吧 怕你们有还逐 是对的 有XXXX 叫又盛大多XXXX 你走过去 求生求生求生 你不会去指示 OK 下一题 沙特阿拉伯 为何要从奥大利亚 进口沙和洛桃呢 是两个问题 是因为它们太富有了 有钱到我后面是沙漠 我还不会用自己的沙 我要用进口沙 他们可能把沙 当成寶 或者奥大利亚的质量 我觉得是勉强可以给到分 因為沙漠的沙比較小是不適合建築用的 所以它就要由奧大利亞那裡 因為我們好像都是用河沙 他們的小沙,我們那些是沙蛇 但駱駝為什麼呢 它進口奧大利亞的駱駝過來 就是給沙達拉伯一些駱駝騎的 奧大利亞的生態做得好 動物培植方面 那些什麼喬拉那些 有袋鼠有很多東西 他們的駱駝打種是打得特別厲害 不關打種事 不知道,這題真的很難猜 因為駱駝在沙達阿拉伯是食物 快被人吃光了 所以要由奧大利亞進口 駱駝我真的沒吃過 好可怕,吃光了,拿來吧 好厲害 下一題就會比較複雜 這一題未算複雜 好,繼續繼續 葫蘆蛙是哪裏人 葫蘆蛙,葫蘆蛙 一個燈山吃的花 我們準備了 葫蘆兄弟,高清修復版 讓你們看一看 是真人的還是卡通片? 卡通片 卡通片 來 有蛇 嗯 雲南 是對的 但是很可惜,你是沒有分的 為什麼? 問答題你要寫出來 為什麼是雲南? 有蛇,然後看人家的服裝裝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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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點像的 因為葫蘆蛙所穿的衣服 跟雲南一個少數民族 啊 所穿的衣服是非常相似的 然後你剛才說的蛇 只能夠算一半分 因為未完整,答清楚 除了蛇之外呢? 除了蛇,蒸了另一條蛇嗎? 叉叉叉,到底說了什麼? 什麼叉叉叉,到底說了什麼? 糟了,我好像沒看過,葫蘆蛙是 可不可以快進 村三甲? 是對的 出現了,出現了 因為村三甲,蛇精 包括後面出現的蝶子精 就是很明顯故事發生在長江以南的地區 哦 還有兩個內容點,你沒有答出來的 還有那些山洞呢 這些山洞是什麼? 中雨石,什麼鬼的 卡斯特地茂 是對的 唯一記得的一個知識點 怎樣?還欠一個嗎? 還欠一個 你看到爺爺回到家了嗎? 還沒有 哦,關鍵的在家嗎? 是的 回到家了 這個茅屋 上面的和廣草? 草就... 每個地方都有的 它的煙通? 哦,我知道了 那些家屋的角 就是這種建築的風格 證明什麼呢? 證明是雲南那邊的 賺水 是對的 寧南的屋都是這樣的 沒錯 就是南方的屋都是這樣的 沒錯,證明這個地方是有雨櫃的 哦 好了 幸好今天考的是奇巴地理題 如果是正正經經的地理題 我應該答不出了 也希望大家給我們一件三年之後 開車、坐車,不會塞車 跟地理相關,要貼著地 好了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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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